大家好,网球老梁 咱们这次说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既然网球在世界的知名度那么高 影响力那么大 网球看起来也很漂亮 打起来好像也挺赏心悦目的 也挺酣畅淋漓的 那为什么周围会打网球那么少呢? 或者说再打网球的人那么少呢? 这个话题我觉得是个挺有意思的 那我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你问周围的人 很多人你说你问他你打过网球吗? 相当多的人都会说我打过 我上学说打过 我以前打过 我说那你为什么后来不打呢? 他说我打了几次以后发现 除了捡球啥也不会 打着打着就没意思了 然后觉得打得挺累的还 这种回答比例非常高 就是打过 但是呢 打了两次以后呢 发现完全不是像 乒乓球和羽毛球那样 我拿个攀拿个球上场 我虽然打得不好 但是我可以打个热闹 打个来回 打个快乐嘛 他会发现到了网球场以后 天哪 连球都接不住 只是意味着在场上 瞎跑 捡球 那很快 这个兴趣就 没了 这种情况 所占比例 非常大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 他打过 也会打了一点 但是呢 后来呢 不打了 不打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 场地不方便 比如说 不好定场地 或者说 他平时 也没有机会去练习 那他这样 久而久之的话 他就觉得挺麻烦的 他就可能就改打 比如说 那我还是打打羽毛球吧 比较容易 打打乒乓球吧 或者踢踢足球吧 就会转向别的这个 比较好操作的这个体育运动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 打着打着 球友没了 就是 网球是一个需要有一个 稳定的 相对稳定的 跟那水平差不多的 然后大家的 大家的打球节奏 时间节奏也差不多的 基本上说 你一约一叫 就有响应的 这种 球友 因为你没有合适的球友的话 网球你也打不了 那么有一些人 就是因为 工作的变化 基础地的变化 导致没有球友了 你没有球友了以后 就慢慢慢慢的 他们也打不了了 就也改成 如果他喜欢运动的话 他也改成了这个 比如说其他运动 像羽毛球 羽毛球之类的 所以说 这几个原因 还有一些可能 一些个别原因 都导致什么呢? 都导致了 现实生活中 会打网球 以及 一直在坚持打网球的人 非常少 非常少 所以那个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 网上有一个视频 争议挺大的吗?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网球博主 他讲这个网球 是个高级的运动 我们就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话题 不去讲它高不高级的问题 我就想说网球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个挺难的运动 它真的是挺难的运动 尤其是挺难坚持的运动 这可能也是慢慢的导致很多人 逐渐退出 以至于最后 坚持在打的人 少的原因之一吧 那么他有哪些难呢? 你看他上手难 就是学学难 他找场地难 不管是练习场地 还是打球场地难 他约球有难 约球有难 还有个什么? 他提高难 当然这一系列难呢 让网球这个运动 坚持起来 非常的 怎么说 非常的吃力吧 不是非常非常热爱的人 网球你是坚持不下来的 那么 咱们下面几期 我们就慢慢讲一讲 仔细讲一讲 这些难点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以及什么原因造成的 好 今天就说这么多 下期再见